這個個人的看法不一定一樣 反正各自努力就什麼 會不會擔心柯文哲後悔了 堂堂正正在全國人民的面前 來做出這樣一個承諾 我相信應該大家會出所謂 你跟他說選政的總統要籌備百億 那是沒有這回事的 你問問柯市長就知道 我沒有談到任何經會的問題 你再回去再問他 所以那天來問我談的時候有沒有談到 別對你 大家放心 那怎麼看柯文哲昨天在影片上面 有在那邊哭 感覺好像對這個結果他是沸逼的感覺 不至於是這樣子 因為是卡拉莎可能會 有在對方的一個 就是好像有 有在失望 他還會感到過兒 他絕對不是因為受到人家 所以他一定能來考量到 這個整體選舉 應該是怎麼一個場面 會不會對 對 真正的會 好大 怎麼看馬前總統 單純公司會全民調 那您是有表示說 他還沒有跟大家公眾說出這件事 我沒有批評他 我沒有做出回應 就是你們亂想 我只是 從我自己的看法而已 不過董事長 現在是不是應該要朝這個藍牌神 回來做人 我們期待 他能夠回到藍牌神明來 那呢 以所有 威力 一個聯盟 大家來做一個共同努力 達成共同的目標